嘿大家好 欢迎回到Exit 什么样的家庭 才能培养出身价2000亿美元的世界首富呢 孩子的成功和父母又有多大的关系呢 英龙马斯克旗下的公司上天入地 包括要把人送上火星的 太空运输服务公司SpaceX 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 这个可能最近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了 还有致力于提供清洁能源的特斯拉能源公司 推广友好人工智能的非盈利研究公司OpenAI 开发人脑和计算机接口的神经技术公司Neuralink 以及超级高铁的隧道公司The Boring Company 对于英龙马斯克这个人来说 有人黑也有人粉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确实是一个牛人 今天咱们就从他的妈妈 梅耶马斯克的角度 来了解一下英龙马斯克 他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原生家庭当中 奥黛利赫本曾经说过 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 梅耶南则把这句话给诠释到了极致 他今年73岁 是一位模特营养师 67岁的时候 他的形象广告在美国几乎到处都是 时代广场地铁以及每一个机场 在69岁的时候 他成为了美国化妆品品牌 Covergirl的最年长的代言人 他在三个国家八个城市生活过 一场不幸的婚姻遇到了一个堪称渣男典范的老公 十年才终于摆脱 至于他老公有多渣 咱们后面再说 梅耶单身了40多年 不但拥有两个硕士学位 还培养出了三个优秀的孩子 英龙马斯克是老大 他还有个弟弟Timber·马斯克 是一个企业家 环保主义者和风险投资家 还有妹妹Tosca·马斯克 他是一个导演兼制片人 创立了Passionflix公司 2019年梅耶出版了一本书 名字叫做《人生有我》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是来自于这本书 这家子做过的一些事情 我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有多疯狂呢 咱们一步一步展开来看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马斯克一家从伊隆的爷爷开始 就把《行万里路》这个事 演绎得无比疯狂 梅耶家在加拿大的Regena 家里一共有五个孩子 他是最小的一个 他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 有一天呢 他的父母开车 从Regena到卡尔家里 在路上 他们看到一个农夫 在出售他的飞机 就是那种有一个螺旋桨的老式的飞机 他爸一眼就看中了 但是身上没带钱 怎么办呢 于是他就用他们自己的汽车 把这个飞机给换了回来 那个时候 他的父亲44岁 接下来呢 就是一件让人惊掉下巴的举动了 1950年 他的父母决定移民南非 那个时候 他和他的姐姐只有两岁 还有另外两个六岁和八岁的熊孩子 他父母就带着这四个小朋友 坐了两个月的船 到了非洲 当过父母的 应该都能想到这其中的难度 那他们的飞机是怎么办的呢 他的爸爸把飞机拆了 然后打包之后 一起运到了南非 到了南非之后 他们一家在机场 安营扎寨 扎起了帐篷 等着他父亲把飞机组装起来 然后他们计划去定居的城市 是一个说英语的城市 因为语言相通 生活起来会简单很多 于是呢 这一家人就坐上飞机 向目的地飞去 当他们路过南非的首都 Pretoria的时候 正好是兰花营盛开的季节 整个城市 演映在蓝色的花海当中 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景色 于是当场就决定 我们就留在这里吧 就这样他们一家人 就在Pretoria住下来了 安定下来之后 他父母就开始开着飞机满世界跑 包括去500公里外的澳大利亚 跑个来回等等 在那个年代 既没有GPS 也没有无线电 他的父母就靠着指南针 和纸质的地图 去了60个国家 当时他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没有什么是霍尔德曼家做不到的事情 霍尔德曼就是他父亲的姓 这句话也就成为了 他们家的一个信念 如果这个还不算疯狂 那么更疯狂的就是他们一家老小 开着车 开着飞机 穿越卡拉哈里沙漠 用三周的时间 在沙漠当中寻找传说当中的失落之城 她母亲就负责计划和打包 需要的食物 水汽油等等生活用品 以及这五个孩子 你能想象 带着五个小朋友 在沙漠当中生活三周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吗 在路上可以看到那些 死在沙漠当中的人的墓碑 而打猎的时候呢 有一次梅耶 跳进河里头 去拿一只吊在河里的鸟 结果上来的时候 她突然感觉到 自己站着一块石头 动了起来 结果这才发现 河里头全是鳄鱼 还有其他 遇到狮子之类的危险的场景 当然最终 他们也没有找到这个失落之城 而且之后 他们又来来回回去了很多次 但是这家人在沙漠当中 度过了很多难忘的 冒险和欢乐的时光 英文马斯克的血液当中 是否有着从他的爷爷奶奶那边 就开始的勇于探险的基因呢 但是他们也不是简单的冒险 梅耶后来说 其实想一想 还是有一些后怕的 但是他的父母呢 在每次出发之前 两个人都会仔细的商量 做好了详细的计划 所以说勇于冒险 并不等于鲁莽形式 谋定而后动 才是正确的姿势 事情很有可能 向错误的方向发展 因此你必须要做好计划 提前考虑好 所有的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事与愿违的时候 你才能快速的制定备用计划 继续前进 不幸的是他父亲 后来因为飞机失事而丧生 但是梅耶把同样的这个信念 传递给了他的孩子们 那就是没有什么 是马斯克家做不到的事情 2018年2月6日 当SpaceX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 首飞成功的时候 记得当时有人引用了 《邪狗》这本书中的一句话 诺夫从不起程 弱者死于路中 只剩我们前行 一步都不能停 相信每一个经历过 孤独前行的人 对这种话都一定能深有体会 而梅耶的女儿托斯卡马斯克 她做了一件既疯狂 又让人踢笑劫飞的事情 伊隆马斯克在17岁的时候 一个人回到了加拿大 因为她觉得北美 更适合于发展 她在计算机方面的兴趣 她先到了蒙特利尔 去找一个亲戚 结果没找到 然后她又到了多伦多 去找另外一个亲戚 结果还是没找到 最后去了萨省 终于找到了一个亲戚 而她的妹妹呢 托斯卡那时候刚刚15岁 看到哥哥已经安顿下来了 于是也想到加拿大 去跟她哥哥在一块 因为她觉得这样更有意思 更好玩 于是她就参照她妈 搬家去加拿大 梅耶想呢 去加拿大也可以 但是我得先去看看 能不能找到工作 于是就跟托斯卡说 我先去加拿大考察考察 然后回来再做决定 梅耶去加拿大考察了三周 结果回来之后 发现托斯卡把他们的家给卖掉了 包括她所有的家具和她的汽车 全部都被她15岁的女儿给卖掉 而她回来只需要签个字 就完事了 就这样 他们来到了加拿大 梅耶很少去管教孩子 因为她需要全天工作 才能挣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她说她从来也没有后悔过 天天在忙于工作 因为衣食没得选择 与其放弃工作 让大家忍饥爱恶 那不如让孩子们看看 她是怎么样在乐观的生活的 另外 孩子们在这个宽松的环境当中 反而可以自由地发展 并且能够学会自己为自己的事情负责 梅耶小时候 她的父亲就开了一家诊所 他们全家都在为她父亲工作 包括她和她的双胞胎姐姐 他们两个呢 就负责去给客户寄信 每个小时 她父亲付给她五分钱的工资 所以她从小的一个生活氛围 就是在一个大家庭当中 大家互相帮助 父母给予孩子以充分的信任 就像对待成年人一样的 去对待她的孩子们 梅耶后来也是以同样的方式 跟她的孩子们相处 她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 就把草稿先是拿给伊隆·马斯克看 当时伊隆说 你这个写得太无聊了 你应该写你的客户们 到底需要什么 而不是写那么多 新陈代谢之类的技术信息 之后伊隆又对这本书提出了很多的建议 而后来呢 Timber又帮她改了五次 托斯卡帮她改了六次 而梅耶的妈妈则负责大声的朗诵 以便来确认文字是不是通顺 这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大家互相帮助 而不是只知道在窝里斗 当人们问梅耶 是如何培养这几个成功的小孩的时候 梅耶说 就是让他们跟随自己的兴趣 他们三个孩子现在的工作 跟他们12岁时候的兴趣 没有太大差别 他甚至都从来没有检查过他们的家庭作业 因为做好家庭作业 是孩子们自己的责任 同样 这些小孩们申请高中 大学 申请奖学金 或者申请学生贷款等等 所有的事情 完全都是这些小孩们 他们自己做的 梅耶自己甚至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申请材料 打什么样 做好这些事情 同样是孩子们自己的事情 因为孩子们必须要学会 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看到这就让我想到了 阿德勒心理学当中提到的 课题分离 我们要想生活的幸福 必须要学会课题分离 分清楚哪些是自己的课题 哪些是别人的课题 对于自己的课题 需要承担起责任 而对于别人的课题呢 就不要去干涉 即便对孩子也是一样 因为学习好坏 这是孩子自己的课题 三个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他们独立而自由 这让他们一生都受益匪浅 同时呢 这些孩子们也看到他们的妈妈 为了付得起房租 吃得上饭 买得起二手衣服 独自一个人是怎样的在努力奋斗的 这就是梅耶告诉我们的育儿之道 给孩子们做好榜样 让他们为自己负责 鼓励他们追寻自己的兴趣 说起梅耶悲惨的婚姻 真是印了那句话 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了开头 他在16岁的时候 就有了一个分分合合的男朋友 数学和科学都很厉害 一直说要娶他 结果后来梅耶发现 他居然还跟别的女孩交往 于是就跟他彻底分手 伤心的自己一下掉了十斤肉 之后他就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并且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个时候他刚刚21岁 结果他男朋友在消失了一年之后 突然戴着个订婚戒指出现了 向梅耶求婚 梅耶自然就很坚定的拒绝了 然后剧情发展的就有些狗血了 他男朋友回到了Pretoria 告诉他的父母说 梅耶同意嫁给他了 他父母居然就相信了 正好梅耶的双胞胎姐姐呢 也准备结婚了 于是他的父母就决定 给他们姐妹俩一起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然后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起来 等到一切就细之后 他父母就给梅耶发了一份电报 大意就是恭喜速回结婚 在那个年代 长途电话是非常昂贵的 一般人都不会打 有什么事都是发电报 而电报呢 它是论字收费 所以一般都是 字写得越少越好 严简一概 总之梅耶看到这个电报是一脸懵 再加上当时自己处于一个非常低落的时期 以及那时候 还有点父母之命的这种传统 所以最终他还是回去结婚了 他丈夫在婚礼上就开始生气 因为他觉得另外一对新郎新娘的风头 盖过了自己 而这一天 就是梅耶长达十年的家暴的开始 新婚之后 他们去欧洲度蜜月 梅耶负责做所有的事情 比如打包行李 做饭等等 并且用自己微薄的储蓄 来负担所有的开支 而他的丈夫 只负责每天看Playboy 因为在南非看不着 之后梅耶连续生了三个孩子 就是伊隆·马斯克和他的弟弟妹妹 梅耶的日常呢 就是帮助他丈夫工作 运营自己的一个小诊所 带孩子 以及做所有的家务 他的丈夫 即使在他将要生产的时候 还在强迫着他做一些体力劳动 而后来呢 他丈夫对他日常的殴打 以及恶毒的谩骂 渐渐的就从私底下进行 发展到了当着所有的朋友和客人的面 也毫不收敛的程度 但是梅耶却一直不能离婚 一方面是他丈夫特别恶毒的这种人生威胁 另外一方面 当时南非的法律 他也不承认家暴是离婚的一个理由 那直到后来南非的法律变更之后 梅耶才终于在律师的帮助下 成功的离婚了 即便在办离婚的过程当中 他丈夫还曾经拿着刀在大街上追他 那个时候 他的丈夫已经是事业有成 挣了不少钱了 但是在离婚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给梅耶 梅耶当时也是只要孩子 也没想着要别的东西 他就想离他越远越好 后来法官判决让他的丈夫 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并且必须给梅耶一辆车 当时他的丈夫不但霸占了梅耶 自己的一辆皮卡车 他还拥有五辆豪华轿车 但是他却从外面找了一辆最便宜的车 一辆连空调都没有的丰田车 他跟梅耶说 你要么要这辆丰田 要么我可以给你一辆好车 但是你得每个月 让我去检查一次车况 梅耶选了丰田 而他的丈夫 也从来没有支付过抚养费 梅耶想通过他的故事 告诉大家 如果你处在一个令你感到不快乐 甚至感到恐惧的关系当中的时候 一定要摆脱他越快越好 发现错误的时候 必须要及时采取措施纠正 拖延下去事情不会变得更好 而摆脱的代价只会变得越来越大 听说伊隆马斯克有一次去挪威 把服务中心的人都叫来 问他们 一辆车的部件有问题 谁会修 结果一些中层经理们都没有举手 伊隆直接就来了一句 你们都被开除了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也许就是他快速纠正错误的一种方式 那么问题就来了 原生家庭是不是对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呢 也许我今天没有成功 是因为我没有一个能开飞机的爷爷 但是改变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对现状不满 对自己所处的阶层不满 那你所要做的 可能就是让自己变成了一个能开飞机的爷爷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是Axton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